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第二轮 中国女排迎战东道主法国 由于日本 荷兰 多米尼加和肯尼亚女排遭遇两连败 只要中国女排击败法国 将胜场数提升到两场 就将锁定八强 所以这是一场出现战 而法国女排想要出现 肯定要努力爆冷中国 受据中国进攻效率一般 但法国控制失误能力太差 气势很足 但技术粗糙 中国25比18先拔头筹 第二局 中国丰富了进攻套路 尤其是增加后攻 法国两个复工的表现可以 只要一传到位 法国基本都会找复工 但没有持续性 凋零与拦网得分后 法国还拦住李盈盈 法国的拼发很主动 就是效率差了点 15多 加上中国一传比较稳 局中14比7拉开 龚湘宇调球没得分 并拦拿到分数 鲍尔拦住王远远 恩迪亚耶发球得分 龚湘宇后二出界 朱婷稳稳过轮 随后恩迪亚耶和朱婷各自送分 分叉拉大后 中国稍微有点不专注 主要是一传不稳 嗨的是李盈盈和朱婷下球 王远远拦住卡绍特 小宇后二一对一 恩迪亚耶自私太多 卡绍特送出局点 李盈盈四号位打中 25比16 中国2比0领先 第三局 王远远和小宇连续拿分 朱婷相比巅峰期 弹跳力有下滑 更多靠手上技术 但保障工作到位 总能发挥作用 法国的跳发不失误 还是有威胁的 朱婷能顶住 后排防守同样不错 吉桂尔打掉结合 法国有点起势 刁铃羽的节奏也被带乱 还是朱婷过轮 中国两次电条过网 太松懈 李盈盈借手得分 王远远一对一拦网 李盈盈强攻没过 中国自乱阵脚 王梦杰和刁铃羽 头脑不冷静了 好在王远远持续拿分 法国就球前已经落地 裁判和蔡斌指导都没看到 结果法国又来个出网 朱婷站出来稳定军心 蔡斌指导也在提醒队员不要急 袁新月还露个空网 她的电调 教练组一直在叮嘱 卡绍特和恩迪亚耶先后被篮 法国留着卡绍特拼中国 确实子安 第三局给到中国压力 李盈盈又被篮 王远远还以颜色 这场可以打满分 梅西持球攻匡 梅斯曼翻身空心 最后两球 还是朱婷一锤定一 连拿两分 25比19 中国3比0完胜法国 提前晋级八强 袁新月抢二传球的情况要减少 而这场她的篮网效率也不高 在场上有点低迷 打若对 错误更要控制 反观王远远的表现值得信赖